哈喽,欢迎收看公民丁109回合解析特辑 这支影片我们要讲解第47题 这支题目如果你需要的话 可以先按下暂停 把题目看完再继续看详解哦 这题提到的均衡价格这个概念 所谓的均衡价格指的是 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 也就是供给量和需求量一样的意思 这题因为它是蛋糕店 是站在生产者的角度 如果像甲乙饼这边 有麦莫丸的部分就代表是 供过于愁的意思 相反来说 丁跟物则是一个都不剩 所以是供不应酬 从这样的状况下 我们只能推测均衡价格是介于丙丁之间 原因是因为题目提到 这五个数字都不是均衡价格 而且由高到低排列 因此C就是正确答案哦 我认为这题真的非常有创意 算是把均衡价格的概念 又往上推了一个层次 真的辛苦出题老师了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这题的详解 建议你可以去看看公民丁 关于市场经典的介绍 或者可以继续看下一题哦 感谢你的收看 别忘了喜欢订阅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